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時候是國一要上來 然後就是之前國小的時候 我讀課後的輔導 就是一些學長學姐 然後他們就有練舉重 然後我要升國一的時候 就問我說要不要練中 那時候自己又想考體育版 可是籃球我也不行 跆拳我也不會 可是自己認為自己力氣滿大的 然後學長就給我報名表 當天舔一舔衝回家 簽完名就直接報到 一開始是覺得還好 然後就是全身痠痛 然後就覺得很累 然後那時候就只想休息 因為剛開始還不知道 然後到後面就慢慢習慣 國一的時候就自己盯過高中的目標 然後國二國三的心肌就更有底了 就是大概知道 我剛剛有時候應該做得少 高二的時候應該進步到哪裡 現在高中 我們剛剛是想說可以進國去 因為那邊醫療設備也更多了 然後我就覺得那邊可能會比較好練 器材也比較好 這樣可能也比較專業之類的 遠一點喔 押韻吧 那其實嘉儀不管她的體態啊 或者是說她的體能表現 就是比一般的孩子來的優越 所以我覺得她在訓練上 本身就有先天的條件引起她的孩子了 就是我對她期待滿高的 因為我希望她可以一直往上爬 甚至爬到我們台灣頂尖的選手的那一層 我給孩子的目標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 對 當她真的很有能力的時候 目標會漸漸越拉越遠 所以我現在就是想要嘉儀先以全運會的冠軍為主 對 我希望她先達到這個目標 然後之後再去賠享亞運啊 對 再來有機會當然是我最希望她 當然是可以拿到奧運的門票 因為畢竟就是協會給我們很多幫助 當很多其他同才的孩子看到她 為什麼能有這個 其實嘉儀自己會覺得 欸 我很有自信 很有信心 對 是因為她很優秀 她才擁有這一些 房租跟運輸會的照顧這樣 她就會更想要去表現 對 每當只要協會那邊有派人來關係什麼的 她那一天的練習會非常非常的好 平常就是我們也會藉由 計畫的這一件事來跟她溝通 給她一些心理輔導說 你既然都已經在計畫內了 那你一定要表現更棒 對不對 那我們才有這個機會 能繼續讓協會照顧我們這樣 我也是這樣 每個月一次 然後就是幫我做全身 叫我拉筋 然後幫我放鬆 然後幫我看我手肘 然後就幫我填資料深情 PRP 因為她看我手肘 她覺得比較嚴重 然後想說那我去蓋院 然後因為沒有金費 沒有錢 然後她就幫我生死 還蠻有用的 像是物語教師來看的話 都會看你練習動作 哪邊不行 哪邊要補牆 她就會講 可是醫院沒辦法看你練習 所以她不知道你的問題在 她只有知道你傷在哪裡 就是 就是有那時候 有時候大比賽 就是 像全國運動會之類的 就是沒有像整隊這樣 賽情的時候就會 跑遠來看我 或者是 比賽的時候會特別在拍一個 那邊的跑遠 去幫我做治療 然後增長陪著這樣 然後是比完賽的時候 再來幫我 再幫我看一下 然後再幫我做治療 可是我比賽前 比賽中 比賽後她都會讚 其實PRP的治療對嘉儀來說 我覺得算是最好的一個療程 對 其實嘉儀每次做完的時候 都有在休息 然後又在訓練 其實她都有說有好轉 所以就是很謝謝協會有幫忙安排 就是可以讓嘉儀這麼好的一個 完善的醫療照顧這樣 剛開始 場地是沒有很好 因為她是只有一個 然後我們練習的時候 下雨就是打那一點散 下大雨就是淹水 沒辦法練 到現在就是看著她 越來越進步 進舉中隊之後就認識很多了 然後包括教練 教練就會教你一些道理 可能在家裡 爸爸媽媽比賽 就比較少人就管 然後到舉中隊之後 以前是愛玩 然後到舉中隊之後就是 每天就重複練習啊 然後休息啊 然後教練就會跟你講 現在應該幹嘛幹嘛 這樣會給你很多關心的照顧 基本上就是上家說的 舉中隊就是一個家 第二個家 對啊 所以每個人都是家人 感到這些 Antrag 我們在陰陽